哈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我是卡尔 这集为大家带来欧洲国家杯资格赛第七轮 台湾时间10月13日,凌晨2点45分,两场赛事解析 首先第一场,西班牙主场对阵苏格兰 苏格兰在目前资格赛是五战全胜 15分的积分排在小组第一的位置 居住可以说出现机会相当高 除了这场比赛外呢 就剩下乔治亚与挪威这两队还有各一次的交手 依照近期两场西班牙都大吵其他国家来看 苏格兰确实胜算不高 而且苏格兰上一场友谊赛是1比3不敌英格兰 但英格兰该场是各个联赛的顶级豪门射手都有进球 当中除了Herry肯之外 还有黄马新宠儿Bellingham 加上曼城太子Folden 可苏格兰唯一进球的那颗是Marguay的乌龙球 或许有点不堪 但苏格兰的球员在各自联赛都有不错的发挥 上周英超最猛的男人 大概就属McTomina 他可以说一个人挽救了曼联和Ternhawk 上周比赛对于他的进球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 甚至上一次他们对阵西班牙 也是靠他在主场没开二度举胜 而西班牙有个男人 在联赛也是进了5球 那人就是Hercelo 中场的Rodrigo 在欧冠的小组赛和西甲也都有进球 西班牙的门将Kepa在转战黄马后发挥也很稳定 有不少精彩的铺就 我认为虽然上次与苏格兰交手西班牙是0比2不敌 但两队近期的人员都在联赛内有不错的表现 这种国际级的小组赛是穿插在各自联赛的休息日当中 所以对于球员来说 联赛的状态就很重要 这场我认为西班牙能够延续进球的气势 但苏格兰几位好手也都有很好的进球感 要非常小心McTomina和John McGinn的攻势 这场双方的进球机会都很高 并且西班牙最高的机会我认为是一球小胜 这边推荐主胜 以及大小分2.5大 比数2比1以及3比2 也推荐让分合局 接着是克罗埃西亚主场对阵土耳其 目前两队是同积分 但克罗埃西亚只有失一球 并且土耳其是多赛一场 上次两队交手是土耳其在主场0比2吞败 这次回到克罗埃西亚主场 可以说土耳其胜算更低 没意外这次摸取最后一次的 欧洲杯 加上日前传出的伪造文书案件 不确定还有多少的职业生涯 而这场呢 要依靠了克罗埃西亚和克罗埃西亚 虽然说上次两队交手是克罗埃西亚 没开二度 但在上周应操他本人状态普通 有出现跟不上对方动作 导致才能吃谎 更何况有红牌的空间 而同为曼城的队友 格罗埃西亚在后卫线的表现并不差 也帮助曼城很多 可近期曼城是二连败 多少会影响目前的状态 不过以克罗埃西亚的民族性质 通常国家对比赛状况 与联赛可以说是天差地远 不过目前克罗埃西亚阵容 整体的年龄较大 这套阵容可能 没几年就会改朝换代了 但以土耳其现在的强度 还不足以撼动克罗埃西亚的中后场 尤其在资格赛三连胜的情况下 与主场对战土耳其 克罗埃西亚可以说是势债必得 毕竟土耳其资格赛 目前也就只输给克罗埃西亚而已 不过说到输球 前阵子自行举办友谊赛的土耳其 却跟德国接连输给日本 并且炒掉了总教练 这种国际赛刚换总教练 通常会有一定的激励效果 但其实土耳其该认清 日本早就比他强的事实 因此我认为在面对更强大的克罗埃西亚 可能真的碰不到边 但近四场比赛都有进球 应该不至于贝林峰 这场我可以考虑双方进球 但克罗埃西亚在主场取胜 应该问题不大 这边推荐主胜 大小分为2.5大 比数为2比1以及3比1 也推荐双方进球 那这集的影片就到这边 喜欢的话记得帮我按赞订阅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